今天新增的這個20例的死亡個案 那應該說29例 20例是今天新增的個案裡頭 死亡的個案 另外有這個9例的話 是先前公布過的個案死亡 所以總計29例 那這個年齡的話 最高有在超過100歲的一位接種3劑 那本身有糖尿病神經系統疾病的一位 就這個百歲的女性 本身就是有後來染疫出現 這個呼吸衰竭的一個情形 那年紀最輕的則是有一位 這個二十多歲 沒有接種疫苗的男性 本身有慢性的神經系統 神經肌肉系統的疾病 那長期是一直在使用呼吸器治療 那這次是染疫之後 合併有呼吸衰竭的一個情形 那有這個選擇不接受這個 行肺復甦術的一個情形 那另外還有一位四十多歲的男性 是也沒有接種疫苗 那本身有糖尿病 這次是因為這個染疫之後 有合併帶血性休克 另外也有這個糖尿病發作 有合併這個銅酸中毒 這樣的一個急症 同時兩種情形一起來發生 所以這位四十多歲男性的病程 比較快速 在發病就診的當日就過世 那也檢驗出有新冠病毒 那至於二十多歲的這一位 則是大概病程是一個星期左右